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绍婷 疑似涉及不报助理费 昨天不误处遭检调搜索 17人被带回 不过黄绍婷他不见踪影 开始了解他在检调搜索前 他到小港机场 已经搭机前往中国厦门 如果他迟迟未到案 不排除具体或是以法定程式 来发布通缉 您的电话想转接到语音信箱 不管手机号码还是LINE拨打电话 都是未开机直接转语音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绍婷 涉嫌福报助理费 服务处遭检调搜索 母亲父亲及服务处人员 一共17人统统被带回 询问了偏偏黄绍婷本人 始终失联 行踪沉迷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也发声明喊话 希望黄绍婷诚实面对 勇敢接受司法调查 姚牧吉人指出 26号一早6点半 检调来搜索前 黄绍婷就拖着行李箱 离开服务处 现在更有消息指出 黄绍婷驱车前往 高雄小港机场 疑似用零贵的方式 购买上午7点30分 高雄直飞中国下满的机票 接下来就是手机关机 再也联系不上 根据了解 虽然黄绍婷透过管道 向检方表示 定到机位之后就会回台 但目前仍完全联系不上 他本人 检方指出 要是黄绍婷实施未到案 不排斥居体或是以法定程序 来发布通气 由于怀疑有人走漏风声 导致黄绍婷在收网前一刻 成功落跑 检方不排除另行分案 查办泄密罪 至于黄绍婷是否逃亡到厦门 检方低调不愿证实 而黄绍婷十多年议员期间 疑似诈领助理费 约八百万元 服务处周姓女副主任 涉案较深 经检察官生压 另外六名被告 分别以两万到三十万元 交保后传 黄绍婷的父亲私下表示 相关选民服务 都全权让地下六到八名助理处理 相信儿子清白 过程中出现了什么瑕疵 还得需要本人回国之后 好好说明清楚 接着黄绍婷 杨绍明 高雄报道